美国的监狱到底有多可怕 这名小伙才进去不到五分钟 就被打到眼球冲血 惊呼失明 只是因为他是一名黑人 他叫凯布 是一名大学生 头天晚上高高兴兴的去参加派对 并和一名叫苏珊的女生共度粮消 随后就被警员抓了 因为苏珊在第二天离开后报警 她表示自己是未成年 并且被凯布强奸 但凯布却表示 苏珊说自己是成年人 因此案件陷入了僵局 作为司法部长的左翼 立刻意识到案子的不寻常 她立刻找到卡尔 希望她能够还原案件一个真相 卡尔带着凯布家属来到了拘留所 只见凯布现在的状态十分不好 因为是黑人 所以她遭受了罪犯和预警的殴打 你确定苏珊是成年人吗 面对卡尔的追问 凯布表示肯定 两人在谈话时 苏珊经常提到大学课程的内容 但卡布根本没想到 苏珊欺骗了她 她只是附近学校的一名高中生 卡尔仔细观察了凯布的表情后 发现她说的都是实话 而警方也一时无法给凯布定罪 卡尔便借此 办理了取宝后审 将凯布从监狱带出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白人冲了出来 叫嚣着让凯布付出代价 卡尔问过情况后得知 这个白人正是苏珊的父亲 经过一番劝阻 苏珊最终离开 随后卡尔便对凯布进行问话 他将一张张高清大图放给凯布看 而当卡尔提到照片里的女生 只有15岁时 凯布的眼神中出现了抵触 但喉咙却不自觉的哽咽了一下 这又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虽然凯布心里十分清楚 不能对未成年人有过分的想法 但身体的冲动是无法抑制的 这也十分符合荷尔蒙旺盛的青年标准 所以卡尔断定 凯布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好孩子 不会做出令人不耻的行为 然而就在这时 竟然却突然出现在卡尔的办公室 他表示 在网上看见了凯布和苏珊的动作录像 所以当即就要立即逮捕凯布 但好在被左翼拦下 录像的卡尔也十分恼火 他对着凯布大喊 你怎么做这种事 我不知道被录像了 这事跟我没关系 不明真相的凯布 只能极力解释自己的清白 而那种迷失和慌乱的眼神 则是在告诉卡尔 凯布说的都是真话 那么问题来了 是谁录下了两人的动作呢 为了找出答案 卡尔带着重手来到了凯布 当时参加的派对 经过多方排查后 他们注意到一个男生 满脸写着慌张 仔细追问才知道 男生把两人的录像发到了网上 只是未开凯布的玩笑 但他只是在房间里 发现了相机罢了 后来他把相机里的录像 拷到了电脑上 并发布了网站 此时 女助手还在检查 相机里的其他内容 突然 他挣住了 仿佛在里面看到了 什么恐怖的东西 卡尔见状接过相机 指尖里面播放着 自己的女儿艾米莉 和其他女生游玩时的录像 为什么这个相机里会有你 卡尔气愤的将视频 拿给艾米莉观看 艾米莉表示 一起录像的两人 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就连相机都是人家的 卡尔听罢 立刻找上了那名同学 询问关于苏珊的事情 他表示 他和苏珊有过约定 要在18岁之前 就完成对新世界的探索 但苏珊明显有些迟疑 为了使他就范 他便拍下了视频 并表示 如果把真相说出去 他就会将视频上传 说到这里 女生还在笑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会受到三级重罪的指控 并在监狱里 度过20年的时光 随后 卡尔与助手来到了苏珊的家 苏珊见到卡尔很失气愤 便怒骂卡尔 是凯布一家人的走狗 就在这时 苏珊走了过来 将自己谎称成年人 并与凯布发生关系的事情 告诉了苏珊 苏珊一时完全无法接受真相 而警员的态度 则让他更加心寒 所有的法律与道德 几乎全部都站在了他的队里面 他气不过 势必要让有罪之人付出代价 直到这时大家才发现 这是一个对待孩子 激进变态的父亲 在他心里 丝毫没有法律和道德可言 卡尔作为父亲理解苏珊的遭遇 但他仍然感到十分不安 他吩咐警员们 一定要对凯布一家实施保护 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拿着枪 来到了警员的家中 最后警员中将身亡 而苏珊也要接受法律的审判 诚然可见 这是一个悲剧的收场 但更可悲的是 一个不理解真相 和肆意妄为的父亲的故事 如果这个父亲再理智一些 这样的事情 就可能不会发生 从某些方面来讲 熊家长比熊孩子更可怕 因为熊孩子犯下的过错 往往是由熊家长一手造成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行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